為英雄雖然女強人角色演得多 不過他就說 也很想找個盤做小尿伊人 蘇麗珊將為ViuTV新節目 到日本拍攝 學吊威也打空翻,大喊好玩 潮流輕拍短片 吳君如就認為拍片既要好玩 又要有意思 但要拿捏得準就不容易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Plus 我是Vanessa,黃令燕 小豬羅志祥 跟內地網紅女友周陽青 拍拖多年一直感情穩定 不過近日就爆出有台灣女大學生 自稱是小三 還疑似找狗仔隊 偷拍她跟小豬拍拖 不過小豬就透過經理人公司回應 說她跟這個女生並沒有拍拖 她們只是普通認識,亦沒有聯絡 為英雄這日現身活動 分享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媽媽的經歷 希望大眾加深認識 還即場進行測試 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出來的效果,其實初初我也有點害怕 她說你是中風險 但最後解釋後 就覺得中風險 還是剛踏入中風險 我60歲,其實中風險很漂亮 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洪姐又坦然希望找到另一半 照顧自己,更大談責有條件 剛才你們經常說我太強 我也不知道你們為何會覺得我強 對,認識我的人 就覺得我是一個… 無所謂的,甚麼都無所謂的 隨便吧,隨便吧 總之先想起別人 還有,我也不是很強 我只是一隻小貓 沒有攻擊性 對 但可能有甚麼條件 是最適合風險的 真的無所謂的 真的無所謂的 我覺得… 有的,最重要是心地善良 對… 你說財力嗎?有錢嗎 對我現在現階段來說 我又不是著重得很厲害 但如果那個人的心地不好 尤其是對家人不好 不孝順 就對不起,別浪費我的時間 蘇麗先生和好友林小美 將遠赴日本為ViuTV全新節目 旅行不只吃、買、玩、進行拍攝 他們會到當地 體驗不同的職業和技藝 節目就請來 著名舞打女星楊攀攀教授兩位基本功 更學釣威也 一於為旅程做足準備 我真是第一次釣威也打空 我覺得很… 不知道好像很有一個… 我好像真的拿了一個超能力回來 真的…我自己在空中飛 所以…很好玩…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 我們要做一個表演 就是一個超人打怪獸 有這樣的戲碼 所以我們本身沒有動作底 所以就來,請教帕帕姐 我們會去一個搞笑的藝能學校 進行一個面試 我們好像要入學當他們的學生 只要準備一個搞笑的才藝表演 對,這些完全是我們平日去旅行 是不會做的事 你去旅行只想吃東西、玩、買東西 但這次我們去… 就有衝神 對 衝神和有挑戰性 對 體能上比較多挑戰 作為電影動作訓練學校創辦的 胖胖姐也大賺兩位 更鼓勵他們要繼續努力學習 我覺得他們這段時間走到今天 我想很多老師幫了你很多 一邊拍攝… 一邊去測試那些 那就實踐,得到成果 不是聰明,是你得到很多經驗 到現在,我覺得你還有很多東西 要去學習,對嗎 吳君如和陳柏林這天 以平衛身分 在上海出席一個 有關手機短片的討論會 嘗試劉幸用手機拍片分享 有些即使是短短幾十秒 都創意十足 君如對這方面的執導 都有自己的看法 好玩,真的好玩 但還是我覺得必須有一點想法 雖然我覺得有時候也覺得可以亂來 覺得好玩 但是還是如果你常常有那種想法就好 但是我知道這種短視頻 可能都是突然之間就要用好玩的話 所以有時候我還沒拿捏得很準確 我覺得這個好玩,過於 通常可能一般都是夜宣傳 其實對一般大眾而言 手機短片都是紀錄生活的方式 自認手機不離身的陳柏林 也分享了自己拍短片的習慣 像我自己在上海 就是晚上白天的拍一下 晚上的拍一下 然後就把它連成一小段 然後有時候放到網上 然後傳給我家人看 說我在哪裡 其實就是分享大過於宣傳 我覺得如果用湊巧的 這個分享又有觀眾突然存在的話 那這個視頻其實就是很有反駁意義 日前是吳與非囝囝的一歲生日 Kerry在網上發文感慨表示 當日3B的過程仍然溺溺在目 這段日子過得很快又很累 真切體會到做媽媽有多不容易 要給天下父母掌聲鼓勵 雖然她並沒有鋪到兒子的正面相片 不過就形容兒子幼招牌走粒笑容 還是個很乖的寶寶 還要說不合理啊 黃澤峰日到了電台接受訪問 提到太太陳麗麗的遇產期是七月 她已經準備好迎接女女出生了 甚麼準備了呢 就是生完後 坐那一月的東西 就是有預備 他所有要做的事都預備了 不過走路袋,我真的搞不定 之後要否處理所有事 我想好了,去哪裡生 所有事都預備了,所以不用怕 聽你說也預備了一件事 就是之後究竟誰是好人 誰做沒那麼好人 一看他的樣子,已經知道 有看過教綜,我是關西老師 一看,我已經知道我的人 愛他冷,耐熱,當然是黃飛鴻 是好人,他當然是做石堅 對他時間很久,對嗎 他不肯嗎 他不肯不肯,因為他對時間要管他 說到最近熱播的新劇較速 澤豐看到不少好評都非常開心 更坦然跟一群年輕演員合作 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也跟我聊天 有時跟我聊天 阿豐哥應該是這樣的 我有時真的不明白他們做甚麼 他們會告訴我,是這樣的 跟我的學生年代不同 因為我以前也拍了很多青春戲 專門做學生 想不到我可以升職 這次做訓導主任 我也感謝ViuTV給我機會 能夠合作得這麼開心 欣德華和琪琪這天夫妻檔 在上海出席品牌活動 齊齊以西裝衣服亮相 男的成熟有翼,女的英氣十足 兩位都這麼有眼光 難怪差點撞衣 對,女的成熟,男的成熟 因為這次很老笑 我去香港試衣服的時候 我也跳了華哥那一套 他們開始不知道 因為華哥一直沒有在香港 在中間拍戲 他們說你們兩個眼光一樣 跳到同一套 所以我又換了一套 娘夫妻選套衣服 也可以放閃,真令人羨慕 雖然華哥忙於拍戲 但一有時間 也會像這天 照顧琪琪外出外拍拖 也會… 因為我們很喜歡看電影 看完電影,可以光光散場 玩了之後看電影 玩了之後,在商場裡面 又看看商品,玩了之後 一塊去吧,我覺得這是很小事 華哥主演的一套內地偵探劇 早前熱播,得到不少好評 亞女也大讚爸爸的角色厲害 我女兒因為全端時間在考試 她把它下載下來 她現在看到商時期 玩得快了 快了,她考完事可以 她說又可以看了 很好 那女兒有沒有對華哥這個角色 有沒有什麼… 她說… 新駕 我的天,真棒 方大和市駕百年 在台灣小巨蛋開演唱會 這天出席記招時 都表示相當期待和歌迷見面 不過暫定只有一場 難怪會被問 是否因為當了老闆泰幕 而沒有時間開演唱會 她就說一切都是港元分 這也是緣分 很難說的 因為有時候演唱會 又不是說辦就辦 所以也是看整個… 無論是自己的工作 加上跟場地的檔期緣分 所以這次也是一個 很難得的機會 提到大同之前推出的兒童小說 深受小朋友喜愛 就連賈靜雯的女兒 都成為了她的小支持者 對…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上次聽說她… 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她媽媽給她聽 所以我會一旦推出最新的三本 就是今年也會推出 也會送給她們 大同在推出兒童書的過程 都了解了很多兒童教的東西 加上身邊不少朋友 都分享臭小經 那是否都準備好成家立宿 這個應該不容易 現在特別忙 又自己開英語公司寫書 所以可能有甚麼關係 母親好像有沒有再吹 李靖君和羅凱凌 今天出席選民登記活動 提到Geaders在KB的節目 玩X爆疑世古中 只現出有別於平日的一面 她說笑話 這次很成功地破壞了形象 我去錄音樂錄音樂時 每看一集就越來越嚇壞 最後兩集就覺得… 怎麼辦 錄音樂錄音樂時才覺得 拍攝時未必好 因為拍攝時很… 因為很習慣 好像長期拍攝機 很多時候都沒有覺得是一個問題 長期都是掃眼 經常都剛睡醒 然後她突然拍攝機 那時候覺得沒有問題 但當我錄音樂錄音樂時 看畫面時,這次很糟糕 這次就這樣 Judas當初因為Busking而入行 早前推出了個人作品 還積極參與不同的音樂製作 為了可以跟偶像榮祖兒合作 會更加努力地畫 不過為何平日聽她Busking 會比較少唱Joey的歌曲 我比較少唱Joey的歌曲 因為難度太高 我自己無法處理 是,你本身很喜歡聽嗎 很喜歡… 郭秀雲一直都很響應環保 這次就叫大家不要用塑膠 就算中文不擅長的她 也親自填詞寫了一首歌 還開口獻唱 這首歌改編至許冠傑的原曲 節奏洗腦又明快 加上Sharon用心聲填的歌詞 希望大家都感受到 走數的重要性,踴躍支持 下一節,Sarika菜園生 會帶大家到一間有機美食餐廳 品嘗有食物治療廚師 烤手炮製的美味菜式 看看如何讓味蕾享受之餘 又可以吃得健康 每天上班工作那麼辛苦 如果有午餐和同事吃飯 又或者下班和家人朋友吃飯 當然要找一間好的餐廳 吃一頓好的東西來慰勞一下自己 不知道你的選擇會是甚麼 鋸扒、打火鍋、還是品牌 所謂吃好的東西 不僅是餐廳的環境氣氛 以及吃的東西美味那麼簡單 食材的來源、新鮮的程度 以及是否有機都很重要 如果有一位熟悉食物營養 懂得食療方法的大廚來煮 這樣的一頓 絕對是又美味又有益身體的好東西 香港人為了尋找好的食物 絕對不介意走過環街小學 而我也很享受用閒息的心 去城市當中尋找一些值得回味的美食 你好,Bimi 你好,很開心 今天有機會來到這個自然餐廳 知道現在坊間有很多餐廳 說自己是自然餐廳 你這裡的自然餐廳 跟其他餐廳有甚麼分別 我們不只做自然餐廳 我們會做食物治療餐廳 本來我做食物治療餐廳 做了18年 我是食物醫學的研究者 最初你為何會覺得自己有需要 做這件事或有興趣 最初也是因為身體上有問題 我有IBS,就是Evo-Band syndrome 我無法消化的食物 就會抽筋和很痛 那時就開始發現食物很重要 所以要注意力 其實為何要吃自然餐廳 為何我們吃自然餐廳 是因為我們真的需要沒有添加 我們身體需要50種不同的 材質、材質、材質 以及良好的食物 去支援身體的功能 但無奈是因為現在 很多食物都受到很多汚染 甚至是燃燒 甚至有很多不知名的藥物 這樣會傷害本身原有的營養價值 所以現在人們都會很著重 所有的食物都會吃自然餐廳 做食物、化學生物 化學生物、化學生物 沒有農藥等會比較好 每個人都需要不同的食物 而且我本身也是做 亞洲的血液飲食研究 做了很多年 好 我覺得每個人的血液不同 其實有不同的就是Geneeta-Coke 其實吃的食物都需要不同的 我是一個非常注重飲食健康的人 平時我自己煮食 食材都一定會選擇有機 但有時外出吃飯 就很難做到這個要求 而且有些餐廳只做到部分有機 未必那麼徹底 我看到我們今天面前做了很多 看上去已經覺得很好吃 很美味的幾個菜式 現在我們先介紹哪個菜式 可以先吃沙律 好 我們主要用有自然的材料 在不同國家,例如紐西蘭、英國 希臘也會有 好,我們現在嘗嘗沙律 究竟這塊是甚麼 這塊是有機豆腐 其實我也用了泥物 用了不同的種子 例如有茄子、黑南瓜籽 有太陽花籽 還有一個小米做出來的 醬汁是用我們做的蘑菇無花果 蘋果醋 這塊豆腐很好吃 這個表面是有點脆的 這是很多人喜歡吃的 外脆內軟 我覺得這個味道也很強勁 還有蘋果醋的醬汁比較… 很香味 對,很香味 甜甜的 好,我們接著第二種就要試這個 它的名字很特別 叫做Flu Fighter 它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是真的可以支持你的肥膜系統 裡面有甚麼東西 為何它這麼厲害 其實我本身用了有機醋米 是 芫荽、菇 有沙蘭花 是 有一些甘筍 有柑、魚甘蘭 一般的味道也有芝士 是… 但我不用芝士 因為芝士是比較脆的食物 是偏酸的食物 我用有機醋米 有機醋米 有機醋米本身有鐵質 是非常高的 令我們的胃很舒服 而且你說有排毒的功效,對嗎 也會幫你提升你的肌肉 你的生涯代理機能 會提升,令它容易燃燒烤 好,我們一起試試這個 對 很香的芝士的味道 而且是否有點辣辣的感覺 有點黑胡椒 黑胡椒,明白 黑胡椒也是食物 其實可以幫你提升你的食物 我吃到那些蔬菜,很新鮮 蔬菜最好是硬度煮熟的 有時過激熟的 其實它的材質會破壞 殺死了 會破壞 很多時候有很多學生 或者很多素額跟我說 我吃得很健康 煮雞胸,又霸煮蔬菜 其實你會缺乏很多脂肪 其實我們需要好脂肪 很多人就會忽略了一件事 其實你對材料 也非常有高要求 本來我是做研究的 我會檢查它的原產地 成分有甚麼 成分有甚麼 他們的研究檢查 可以讓我看見 會否有重量的材料 或者有不同的有效物質成分 我知道這是一個 自然的獨立雞胸 我們稱之為走地雞,對嗎 這真的是獨立雞胸 亦沒有任何激素 不會打抗肉 沒打針 讓它們很開心地成長 為何獨立雞胸是這麼重要的 是否因為它們的肌肉 或生長會較好 會的 會的,它們的肌肉很重要 它們到處走,還有曬太陽 多了些菠蘭蜜,對嗎 是否困在籠裡 對,還有它們的肌肉會較多 所以它們的肌肉可能會較嚴重 我想說這個雞,很有雞味 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 我用了新鮮的啤酒和橘子 加上淡淡淡淡泡肉 去打 還有煮的醬料,我是第一次吃的 但味道真的很嚼勁 而且… 嚼勁,而且吃完很舒服 對… 給你很多能量 對,是 傳統的中國人也有食物療法 它們很喜歡喝湯 我看到今天我們也有湯 這個湯是否有食物療法的功效 絕對有 這個喝得多,皮膚很漂亮 是嗎?那我多喝一點 因為這個有很多綠燕 是嗎 我主要是用了希臘的生物漁魚 這個小海盧魚來熬出來的湯 一般的生物漁魚是不健康的 因為牠們可能會加很多化學物 令牠們快大一點 這個真的是很健康的魚 我處理牠的時候 魚肚是純白色的,很乾淨 除了魚之外 我還會吃到很濃烈的蔬菜味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蔬菜 我看到有蟹蟹 有蘑菇,有蘑菇,有蘑菇 其實吃蔬菜也會多吃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蔬菜也要吃一點 然後到我每一頓最開心的環節 就是吃甜品 剛才這道甜品說是有罪惡感 不會有罪惡感,吃完之後這道甜品 為甚麼?可否解釋一下 這是蘑菇蛋糕 本身是用澳洲的蘑菇蛋糕 來做這個蛋糕 沒有麵粉,沒有蛋黃,沒有忌廉 加上我用新鮮的蘋果來做 我亦用低升能指數的木糖醇 來做的 是 所以其實高血糖人士也適合吃 而且這個很軟 但很好吃 是否因為它是不懂得磨的 蘑菇蛋糕,我吃到它是有層次感 不會頂著胃,而且很容易消化 我也知道你有專業去幫別人分析 或設計一些適合食料的餐打 有… 你會根據甚麼去幫他們設計或分析 通常根據他們的血型 加上他們的生理狀況 是 會否有其他遺傳病 或是他們父母的醫學歷史 去幫他們設計一個健康程式 而是教他們怎樣去吃 教他們怎樣去煮 教他們去哪裡買 令他們可以將食物改善身體的問題 我也知道你也有鑽研很多 你自己做的醬汁 又或者是超級食物的粉末 可以用來混合飲料 其實這些超級食物的粉末 有不同的健康程式 其實主要都是目標 不同人的身體需要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你,Vivi 我簡直帶了很多錢進我的袋子 我學了很多東西 謝謝你,我們… 你也歡迎 乾杯,謝謝 乾杯 無可否認 有機的食品和用品價錢 都是比較貴的 但他們的價值 很多都是去了種植或生產者 耗盡所有精神和心思 去保持最好、最原本的品質 有人覺得有機生活是奢侈的 但我認為有機生活是愛自己 以及給自己最優質的生活態度 對,我們如果… 我們是… 我們看看 我們有待會的 好奇才能 是非常親自的 становится… 要是 對,我們… 我們可以來看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